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亲自过来了 打电话让我过去啊 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 有的是时间 行 那我马上准备合同 合同不用过多更改啊 你之前跟金与花怎么签的 就跟金与其怎么签 明天我进来回 好 没问题 杨玉 在我回到东城集团之前 今天的事情 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明白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走错了 我走错了 哎 你没走错 放开我 放开我 鱼蝎 我对你的爱 那可是天地可见的 我已经结婚了 林北嘛 就那个废物 我就想不明白 你怎么能看上他 李少 对你来讲 我不过是你 众多女人 众多的一个 但是对于林北来说 我就是他的唯一 唯一 你要真是他的唯一 他怎么会把你 送给别的男人 你胡说 胡说 我胡说 咱俩怎么会在这开房呢 这个房间是林北亲自订的 这张房卡是他亲自交给我的 不可能 哼 不相信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行了 他是不会接你电话的 这时候了 你还想他 说点什么呀 你别碰我 我明白的告诉你 林北 为了拿下还宇的合同 已经把你送给我了 今天 只要你陪我一晚 我就帮你们夫妻 在秦家 站住脚跟 怎么样 很直吧 你没什么 会什么 哎呦 我的雨昕啊 你可别天真了 就这个林北 他要钱没钱 要背景没背景 他凭什么 帮你拿下还宇的合同 他又凭什么 帮你掌控秦家呀 哼 你不信 喝了 他会让你 坏了 您好 雨昕电话怎么关机啊 您好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不信 您也不会这么对我的 雨昕 你问问你自己 你相信 林北能拿下 还宇的合同吗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对吧 林北 拿不下还宇的合同 你们两个人 就会被逐出秦家 按照秦宇花 有仇必报的性子 你们除了死路 还会有别的出路吗 秦宇西呢 废物的老婆留着干嘛 当然是被我开喽 秦宇花 你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啊 林少 你要把我怎么样 好害怕哟 哎不是 这次你怎么没请过群雅来 和你一起装逼啊 碍眼的废物 终于要清理干净了 雨昕不会做什么傻事了吧 看见秦宇区啊 上次是早上的 从未被远远来 接着是摘花 然后上车就走了 问被远 最后一遍 秦宇区到底哪儿去了 说 最后酒店1102 我是在卡县上看到的 秦宇西 别给脸不要脸 老子忍耐是有限度 那让我给林北打个电话 你个臭娘们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你停 你敢过来 我就从这跳下去 这可是十一楼 你要跳下去 我不拦你 本事 你要是死了 就没人心疼你了 你还是 从了我吧 我 嘿呦 我他妈当是谁呢 这不是秦家 那个废物罪剧吗 怎么着 把老婆给我玩 混蛋啊 你你 你他妈干吗 别 我 我 别打了 我们回家吧 我就自然不活了 天 雨昕 我走 你看他给我倒下 对不起 雨昕 是我没把握好你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记得了 我手机被偷了 然后你就收到了以我名义送的花 巧合得很难让人相信这其中没有阴谋 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干的 秦雨华孙良 我这还有点积蓄 我们离开秦家去做点小生意吧 雨昕 折磨我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 除非我们死了 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好过的 那怎么办 这样 我会去想办法解决 你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休息 啊 爷爷 带着林北这个废主 马上给我换回来 你这混账东西 都没事了 敢打李少 你不想活了 你别连累我们秦家 你这混账东西 林北 反了天了你敢打爷爷 林北 老子今天要是不剁你只手 我他妈就不是李家集团李兵 李少 好 小小气 你别 赶快滚过去跟李少磕头 愣着干嘛呀你 李少不说了要剁他手 拿刀啊 秦老爷子 你都不问问 我为什么打李兵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